S500首战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 场面非常惨烈 到底谁赢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言少 自从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声称 俄罗斯军队已经将S500远程防空反导系统部署在克里米亚后 外界就期待着这一世界顶级防空反导系统的表现 现在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 根据俄罗斯国航部的说法 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市一天之内就击落了四枚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仅有一枚导弹在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影响下偏离目标 结果造成了四人死亡 150人受伤 乌克兰的基辅邮报宣称 乌军发射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首次突破了俄罗斯的S500防空系统 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军事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 也是克里米亚防空的中心 最近刚刚部署了俄罗斯尖端的S500防空系统 这可能是美国陆军战术导弹首次进入由S500保卫的空域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军队为了最终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袭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防空系统已经不是新闻 但是之前从未出现过所有弹道导弹都被击落或严重偏离目标的情况 这对乌军来说相当尴尬 据统计在S500部署到克里米亚之前 俄军先后损失了两个S400指挥所 四个雷达和16个发射器 在俄司军事专家丹迪金看来 乌军发射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非常有效 能打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导弹是从奥德萨发射的 实现距离大约为270到280公里 而导弹的最大射程为300公里 现在俄司将乌军的这次袭击称为恐怖主义 被认为这完全是美国策划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俄罗斯认为乌军所使用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的打击目标 是由五角大楼决定的 并且美军近期还出动无人机在黑海上空巡航 很可能在为乌军的打击提供坐标数据 俄罗斯国航部的原话是 黄盛顿及其附庸正在鼓动击辅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并杀害俄罗斯平云 俄罗斯政府已经发誓要进行报复 其官员警告说 美国和任何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国家都将面临后果 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以S500的首次对决 到底谁赢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 似乎是俄罗斯方面赢了 因为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是说以突防能力强 并非由于其拥有诡异的飞行弹道 而是因为其飞行速度快 对俄罗斯防空反导系统的反应时间 构成了严重考验 如果你计算一下打击距离就能明白 S400或S500应对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的时间 前后只有三分钟 而交战窗口仅仅只有30秒 为什么说这次很可能是S500完成的首次实战呢 因为俄军对美国提供的战术导弹的拦截成功率 有了值的提高 早在2024年5月中旬 乌军也成对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波尔郊外的贝尔贝克机场 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摧毁了S400防空系统的雷达和两个发射架 当时的拦截成功率接近于零 S500能够在一天内击落80%的来袭目标 并且破坏了一枚弹道导弹的飞行路线 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件事的真正诡异之处在于 乌克兰战场正在变成美国武器的实验场 美国可能有意通过直导物军发射战术导弹 来测试俄军S500防空反导系统的有效性 但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而认定 S500的到来就可以确保克里米亚重点目标的安全 因为这样的攻击很可能只是试探性的 如果这种消耗弹一旦开始 就有可能不断增加来袭导弹的数量 以压垮俄军的防御 最新的消息是 乌军宣称 他们已经摧毁了部署在克里米亚的 S500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 S500是俄司计划推向国际市场的顶级产品 按照俄罗斯人的说法 中国与印度都是目标用户 如果能够让S500因此而一战成名 那对俄司来说当然是巨大的胜利 但是一旦出现了相反的结果 那对S500的出口可就变得极为不利了